知名的混血模特儿香月明美 她为了工作签证的问题 竟然是亲自跑到了立法院 向立委林苍敏成行 立法院很难得有名模出现 助理们通通为之疯狂 抢交合照 而来不及亲眼看见香月明美的助理 就忍不住抱怨同事说 有好康的也不告诉大家 照片上 Akemi穿着黑色小背心和牛仔裤 简单装扮 却盖不住明星风采 一旁是立委林苍敏 办公室的助理 处理这么多陈情案 可是第一次遇到名模亲自上门 而且人亲切是一个重点 没想到就是说 他的事情他会自己亲自跑一趟 一般而言会认为说 像当艺人而言 可能就委托经纪人或宣传 不可能出来露面 Akemi会亲自跑一趟立法院 全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自己的工作签证 于是透过朋友找立委帮忙 他本来是模特 模特的合约是三个月 那他要申请六个月以上 可能要有经济合约或广告合约 然后执行举行他们去补件 他的经纪人不知道怎么补 所以我就请他们到办公室来 第一次看到名模来陈情 立法院里头助理们抢着拍照 不过没拍到的人可就相当恶腕 隔壁的都来抗议了 所以为什么没有通知他 他们也要拍照 刘全忠委还有蔡振元 我也帮我室就说 他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你们没有跟我讲 Akemi低调现身 让立法院顿时星光闪闪 当时立委林昌明本人 似乎还在状况外 不知道自己帮了名模一个大忙 专属蔡长高黄明玉采访报道